赵丽颖出球了 一脸萌呆的被工作人员强行牵走 笑喷了萤火虫 春节的脚步越来越近 很多电影就要大年初一和大家见面了 赵丽颖主演的《新游记女儿国》也不例外 近日,赵丽颖剧组抵达香港进行宣传 作为如今最火的小花之一 赵丽颖一出现就引起了很多观众们的围观 也有不少萤火虫们远道而来 为小姐姐做声援 可以说,现场氛围非常好 出席这次活动的赵丽颖一身透视装 看上去非常的完美 彻底的向大家展示什么叫做买家秀 的确,本来就很美丽 再加上掀起十足的长裙 两者搭配的相得益彰 不怪那么多人喜欢 这次赵丽颖扎了一个丸子头 丸子头配合包子脸 并且在台上傻傻的笑 真是萌翻了一众围观的人啊 对此,不少网友调侃说 萌到深处自然呆 真的非常贴谢 赵丽颖能走到如今的地位 真是非常不容易 在流行刮子脸的年代 她能平级自身的条件 你朝流走出一条路来 付出的努力肯定比别人更多 庆幸的是,她坚持住了 并且得到了回报 如今拥有这么多爱护她的粉丝 再也不像以前那样艰难了 作为一个农村的孩子 一个飞科班出身的演员 取得这样的成绩 应该值得大家喜欢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 这次出席活动 赵丽颖再一次出席了 竟然赖在台上不走了 被工作人员强行牵走 被笑吞了众多营火虫 原来媒体说 让梁永齐不拍一下 赵丽颖没有听懂 粤语还在嘻嘻嘻的傻笑 而梁永齐上台后 还不让C位 工作人员无奈之下 强行上台了 最后一脸猛逼的 被工作人员牵下去了 对于赵丽颖 你是否喜欢 想了解更多娱乐八卦 那就联系我的头像 关注我吧 更多娱乐八卦 也在这里哦 春节的脚步越来越近 很多电影就要大年初一 和大家见面了 赵丽颖主演的新游记女儿国 也不例外 近日 赵丽颖剧组抵达香港进行宣传 作为如今最火的小花之一 赵丽颖一出现就引起了很多观众们的围观 也有不少萤火虫们远到而来 为小姐姐做生缘 可以说 现场氛围非常好 出席这次活动的赵丽颖一身透视装 看上去非常的完美 彻底的向大家展示什么叫做乃家秀 的确 本来就很美丽 再加上兴起十足的长裙 两者搭配的相得益彰 不怪那么多人喜欢 这次赵丽颖扎了一个丸子头 丸子头配合包子脸 并且在台上傻傻的笑 真是蒙翻了一众围观的人啊 对此 不少网友调侃说 蒙到深处自然呆 真的非常贴谢 赵丽颖能走到如今的地位 真是非常不容易 在流行瓜子脸的年代 她能平级自身的条件 逆潮流走出一条路来 付出的努力肯定比别人更多 庆幸的是 她坚持住了 并且得到了回报 如今拥有这么多爱护她的粉丝 再也不像以前那样艰难了 作为一个农村的孩子 一个飞科班出身的演员 取得这样的成绩 应该值得大家喜欢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 这次出席活动赵丽颖再一次出窘了 竟然赖在台上不走了 被工作人员强行牵走 被笑喷了众多萤火虫 原来媒体说让梁永齐不拍一下 赵丽颖没有听懂月遇 还在嘻嘻嘻的傻笑 而梁永齐上台后还不让C位 工作人员无奈之下 强行上台了 最后一脸猛逼的 被工作人员牵下去了 对于赵丽颖你是否喜欢 想了解更多娱乐八卦 那就连击我的头像 关注我吧 更多娱乐八卦人在这里哦 再次出席活动赵丽颖